这个视频我们来赏悉汉岳府中穷苦人的故事 傅病行 村子里住着一户很穷的人家 男主人没什么本事 只能靠砍柴为生 女主人已经病倒在床上好多年了 没有钱请大夫 病情越来越重 傅病连年累穗 传呼丈人前一言 当言未及得言 不知泪下 义和翩翩 传呼呼唤 丈人指丈夫 义和多莫 偏偏接连不断的样子 这一天 妇人感到自己快不行了 强撑地呼唤丈夫过来 还有些话要跟她说 她伸出颤抖的手 想说还没有说 泪水就不断地流下来 竹磊君两三姑子 莫我而饥且寒 有过甚莫达吃 行当蛇摇 私父念之 主通主 主托 答吃 只鞭打 行当蛇摇 就要离开人世 妇人十分难过 看着这个一贫如洗的家 那几个幼小的孩子 怎么也割舍不下 她终于哽咽地说道 这几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以后就只能拖累你招管了 别让我的孩子饿着 动着 有了过错 也不要轻易责打他们 我就要死了 你要尝尝 想着我的话 妇人说着 泪水不止 丈夫 也含着泪点点头 乱曰 暴食无衣 如腹无礼 闭门色有 舍孤而道士 乱指月章的最后一段 如 短衣 有 指窗户 月章的最后一段唱道 妇人去世后 家里只剩下了丈夫 和几个幼儿 孩子们饿了 身为父亲的她 想要带孩子去集市 给他们买点吃的 却找不到能够预寒的长衣 虽有短衣 却太过单薄 没有衬力 看着外面呼啸的寒风 丈夫只能紧闭门窗 设下衣衫单薄的幼子 自己到集市去 道逢亲交 气坐不能起 从祈求与孤儿买耳 对焦提起 泪不可止 我欲不伤悲 不能已 探怀中 前池受焦 亲交 亲属朋友 从祈求 拉着亲交 请求 耳 食物 路上 她遇到朋友 说起家里的情况 就枯坐在地上 起不来了 她拉着朋友 拜托朋友 给失去母亲的孩子 买点高品 话刚说完 又对着朋友 提哭起来 泪水 只都止不住 她说道 我也想不伤悲 但控制不住啊 丈夫一面哭 一面从怀里 掏出几枚温热的钱 递到朋友手中 入门见孤儿 提索起母抱 徘徊空舍中 行妇儿 气质 勿妇道 行妇儿 又将如此 指孩子们 像母亲一样 气质 丢开 放在一边 进门 见到这些 没有母亲的孤儿 都哭着找妈妈抱 丈夫 又泪水连连 她徘徊在这空荡荡的屋中 何止没有母亲啊 这家里 没有衣服 给孩子们浴寒 更没有食物 给他们裹腹 不禁悲伤地探到 过不久 这些孩子 也会像他们的母亲 一样死去 什么都不用说了 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而这篇文章的亮点 在于生动的细节描写 一方面 生动的细节 折射出朴素真挚的情感 病妇临终脱姑 欲言又止的细节 深深体现出 病妇无法再照顾幼子的伤痛 病妇死后 丈夫对朋友哭泣 孤儿哭着找妈妈抱 两个细节都让人深感 这个家庭失去病妇的悲伤 另一方面 细节也揭示出贫穷的残酷 病妇无前一致 终止死亡 孩子们失去母亲 没有衣服遇寒 没有食物果腹 最终也会像母亲一样死去 病妇临终的遗愿 也会化为泡影 让人更感悲切 由此 我们也不禁赞叹 汉月福优秀的叙事能力 讲完了穷人的故事 下个视频 我们再去听一听 老兵的故事 十五从军争 我们再来听一听 我们再来听一听